內置江當然沒有來,又找了徐英偉來 整個問題就是,家暴的問題我們認識比20年前當日少了 我們以前不知道的,或者知道了都覺得兒童不是一個主要的持份者 我記得我第一,13年前選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有個兒童權利的委員會叫我們去論證,我們進了立法會就會做一個兒童權利委員會 現在都做到了,13年,為什麼我說羅志剛沒有來 羅志剛這個人提倡整筆過撥款,就是說你跟社署做了合約之後就拍了照片 拍了照片之後,每一次你那間機構去拿錢的時候就跟過那張照片 這個叫做《黑洲求劍》 所以羅志剛應該負全責的 因為那些社福機構拿錢就拿了有限的,如果你現在有些新的事給他做,當然不做 也請不到人做,沒有錢 現在政府就說會提供8個縮位 增加8個縮位在這個處理庇護中心,多謝你 8個啊 是不是?也沒做到的,那如果 一會兒就說會繼續提供增加222個在下一年,多謝你30個 為什麼會這樣呢?一筆角撥款的問題也沒有人肯做的嘛 第二就是 你說的就是社署、教育局、衛生署、醫管、各警察部都要為這些做 那你有沒有人統籌呢? 有沒有一個兒童權利專員呢? 只是說你在校的社工不夠 這個大家說了很多次的了 是不是?所有的東西都不夠 社署就不夠社工,教育局就不夠在校社工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沒有資料庫 沒有資料庫也沒有一些是請了的社工去看那些資料庫 然後提供一個特別的輔導 就好像游擊隊那樣,特種部隊那樣去看 講來講去沒有錢 上次我都跟蔡侯蓮局長說 減稅,減差響,不做一次過的派錢 陳茂波說,那你拿錢來做什麼? 扔進鹹水海嗎? 不是,主席 真的扔進鹹水海 是要你起超資的大象 主席 這個政府如果再又說不派錢 又要減稅的 那就即是口衛而實不至了 所以,兩位局長 你麻煩叫林鄭不要減稅 今年不要減稅 如果不派錢 如果你想要派300億的 麻煩拿來做福利的那個 主席,我講的是這麼多 這樣沒有呢 這個已經可以叫你把它 我是有在某件事 很常人 這些是我 感谢观看